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10年 其实在问道里 我们早就是彼此熟悉的老朋友了 我们几个新见面的老朋友 干一杯 她叫黄蓉 是个每天除了上班 就是打游戏的女汉子 她是我们盛世家族的队长 也是这家火锅店的第三代船人 小九还在上学 平日里摆出一副勤工俭学的架势 其实都是为了攒钱买装备 要是你们谁敢跟我VV到我六六 她就是彤彤 我对她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我有个愿望 就是将来我要在问道里和彤彤结婚 举行一场最豪华的婚礼 我们结婚吧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来来来 来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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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拉西洋 你拉什么西洋 太晚了 你来美 你干嘛 你没帮我选择花枚给你弄住了 这几个啊 我先要打对方的宝宝的啊 来 你看 在樱花树下面粘着 画面好美 我以为你接着 那明年樱花开的时候来我们学校 我们还可以在樱花树底下 真心打大象 好 就这么决定了啊 没言为定 好 真好 好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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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喝啤酒 为什么要习惯 这又不耽误打理性啊 有道理啊 诶 老大 诶 老大 我也要习惯啊 那天我醒来 所有人都睡着了 只有童童 一个人开着五个号 那天早晨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在樱花树下 向她求婚 半年过去了 我们大家 都越来越忙 各自在自己的生活里打拼 一直都没有机会 再一次见面 而童童 上线 也越来越少 童童 你到底去哪里了 武汉的樱花已经开了 大家什么时候来武汉啊 是啊 樱花的花季很短 童童 整整两个星期没有上线了 诶 童童 对不起大家 我来不了 对不起 我隐瞒了你们这么久 这个病折磨我几年了 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 如果我没有回来 你们就再找个队友 代替我 上一次平安夜的聚会 真的很开心 很难忘 我真的很感激认识你们 我觉得如果不是你们 我不会撑到今天 蓝梅 有时间 你上我的号 我们结婚吧 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和童童的婚礼 童童 不管你在哪里 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你听得见吗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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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童童 今天 我们结婚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上回来看看我啊 你 会有一丝感应 别在意 随便说说而已 别有压力 我只想见见你 红豆 你是叫我吗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没事 是 如果我 跳入了海底 是否你 会有一丝感应 别在意 随便说说而已 别有压力 我只想见见你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我还怕你的呼吸 我还怕太紧距离 还在等你 你真傻啊 你真傻啊 2017 闻到手游 再见美好 对不起 同意思 对不起 你这就是